林美芬議員 還在反那些罪行 真正保護市民的安全 剛才我們所說 政府怎樣可以令到現在有小部分一些警隊的成員 他們很沮喪 他們覺得很浪費 這個除了是公帑之外 他們去加入警隊 林美芬議員想你簡短提出你的問題 所以我們很希望特首會不會可以說 在資源上這裏真的可以有一個具體的政策 因為現在新形勢出現了 會有很多這些大型示威活動 梁美芬議員請坐下等行政長官回答 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梁美芬議員剛才的問題有幾個方面 一個 我覺得從事氣上 警隊裏面每一個人員 正如我們社會上其他崗位的人一樣 是需要大家公開地表示支持 以及公開地為他們打氣的 我希望社會上 各位香港市民 能夠在警隊面對艱難 無論在突發性的治安問題也好 或者處理大型的人群活動也好 當警隊做得對的時候 希望大家能夠出聲 希望大家能夠講一些家許和支持他們的話 當警隊遇到一些不公的言辭 甚至一些不合理的肢體碰撞的時候 也都請大家出來公開講話 正如上個星期日的遊行 為什麼那個遊行隊行得這麼慢 比去年的行多了一個小時等等 有人就用那件事批評警隊說警隊處理得不好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網上馬上有人出來 現場參加示威遊行的人出來 講返一些支持警隊說話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資源問題 政府是會大力支持警方的工作 但是同時我也要重複一句 就是希望香港社會 尤其是經常組織示威遊行的朋友 不要浪費警力 因為眼前我們的警員的數目就是這麼多 他們的力量就是這麼大 當警隊的力量不斷要去調配 去處理一些示威遊行 甚至乎佔領中環主要街道 不肯離開的情況的時候 警隊做其他工作 包括梁美芬議員剛才提的 一些隨暴安良的工作 不多不少會受益